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南方大学读了博士 那第一个就是最早接触到中共病毒的 闫丽梦女士 这是英文翻译的 因为看不到她的中文 站出来 接受这个美国福克斯的新闻网的专访 揭露了中共 习近平 WHO如何联手掩盖中共病毒 因为他是在国际范围内 在WHO的范围内 被著名被挂名的病毒学家 流行病毒专家 以及这个叫什么 大流行感冒的病毒的专家 所以他的分量 他讲出话的分量 跟他从香港逃往美国 为了揭示出事情的真相的本身 给全球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对很多人来讲 我觉得震撼力有点太大 他不知道从哪说起 跟大家分享这期节目的下半部分 这是苹果日报报了一个简单的 原文是来自于美国福克斯新闻网 前港大病毒学家陶美爆料 接中共国早知道疫情 狂暴人传人 我以为可能 哎呀 苹果日报有所顾忌 应该是有所顾忌 当成一个单纯的新闻在报道 我没有说我的意思就是讲 这个环境在香港来讲 在我个人眼睛里 香港人的历史使命 就是命运之使命 他们已经走完了 今天港版国安法出来之后 他们没办法 没得可做 完全真的没得可做 所以而这个人 这个人本身又出自于香港的 香港大学 闫丽梦 是个真正的病毒学家 这是我们看到的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的头版头条 我在跟大家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他还没有 就是还不到一天 独家采访 来自于中国的病毒学家 应该准确说是来自于香港大学的病毒学家 闫丽梦 闫丽梦 闫丽梦女士 那他自己呢 是在南方大学读书的 南方大学叫什么 小雅医学院读的本科 然后在南方大学读的这个硕士 然后到香港大学 有说是在香港大学 有说是在南方大学 读了博士 他读的 他自己的本身的专业 是这个叫流感 流感病毒专业 以及他主攻有关在动各种动物身上 大流感病毒跟大瘟疫病毒 与动物不同动物本身的传播和素体 在有关中共病毒问题上 他是真真正正的专家 这是真真正正的专家 然后他从他自己是青岛人 他来到了香港大学 原因在香港大学有一个病毒实验室 这个病毒实验室的老板 他的老板是这个人 潘烈文 是全球著名的病毒学专家 是这个实验室本身的主管 作为严女士 是在他的手下工作的 第一线的科学家 那这个实验室 香港大学的实验室 是中共国爆发病毒以来 第一批被国家指定的 那因为香港属于中共国嘛 被国家指定的第一批 专专业专家研究该病毒的人 和这个实验室 在他的文章里提到了另外一个人 叫玛丽可 这是WHO网站上对玛丽可的介绍 当提到这个人的时候 是讲严女士跟他写过不同的论文 包括中共病毒的论文 那发表在比如说包括柳叶刀 等等这样的世界顶级的医学杂志上 那这个玛丽可本身呢 他是WHO紧急状态委员会 和应对大疫情应对小组当中的顾问 他是这么说的顾问 具体的说法 严丽梦女士 他是4月27号买的飞机票 跟他的先生出现了剧烈的冲突 在冲突的背景之下 自己买的机票 在4月28号 在他的一个非常 在他的一个同事 信得过的一个同事的帮助下 从香港大学 躲开了香港大学校园里的监视器 乘坐国泰航班 飞了13个小时 飞到了洛杉矶 在他的飞行的过程中 还在飞机上的过程中 中共已经知道他跑了 所以就直接杀到他的家里 青岛的家里 找到了他的父母 威胁了他的父母 那后来他跟他的父母通电话 他的父母说不知道你干了什么事 但是希望你回来 吓死人了 他深深的懂得中共如何对待这些叛逆者 然后海关在质疑他的身份 跟他的目的的背景之下 他说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就是要来到美国揭露有关中共病毒的真相 这个题目太大 所以给美国海关就给吓出 然后海关就把FBI的人叫来了 FBI的人跟他谈了几个小时 应该是谈了几个小时 FBI的人在后来在这次报道中 接受福克斯新闻网的记者询问时 FBI的人不可置否 他不发表任何肯定的答复 FBI透过他的这种询问之后 对他说的话既不敢否定 也不敢肯定 报道就这么讲 既不敢否定也不敢肯定 然后最终的结果是扣掉了他的手机 作为一种证据 他的手机 肯定他的手机里包含了太多的相关的内容 对吧 因为现代人都是用这样 扣掉他的手机当真当成证据 就放他入境了 那福克斯新闻网找到了香港大学 香港大学承认他是雇员 但是在第一时间里删掉了他所有的资料 在香港大学的资料 他的身份 他的背景 研究室的背景全都删掉了 福克斯新闻网想找到他的supervisor 他曾经的领导找不到 对方难以回答福克斯新闻网 找掉WHO WHO不敢讲 WHO一直一口否认 这两个学者跟WHO之间的关系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位叫玛丽可的 他的介绍就在WHO网站上 而被严女士揭露出来的真相的本身 却直接讲 中共政权与WHO联手 欺骗全世界 因为他是这个行业的专家 他就这个行业的专家 在当时疫情出现之后 他明确讲在1月9号 当时的所有国外专家 包括香港的科学家 中共国不许他们入境中国 调查事情真相 但是这个行业的本身 顶尖的专家太少 所以他同行业的人屈指可数 他就在国内与他同样 等同的那些专家 科学家 那些医生 有他们自己的网络 那香港大学的研究室 也仰仗他的关系网 从中国大陆 获得相关的知识跟内容 在武汉 在中国医疗控制中心 已经有他的同学 在整个事情的核心点 都有他的同学同事跟朋友 所以他是透过这个渠道 知道了事情的相应的真相和资料 他可以直接从武汉的疾病控制中心 跟中国的疾病控制中心 拿到第一手资料的人 跟他相互交换资料 报道就这么讲 在12月31号之前 在中国最顶层的 这个武汉跟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的专家里面 大家都承认 早已经人传人了 可是在1月9号 WHO拿出的报告还在说 没有任何证据 明显的证据显示 人传人 但也就是1月9号 国内开始大风沙 他所联系的 跟他有直接关系的医生 科学家全都闭口不说话 当他把拿到的资料 跟他的老板 跟他的老板汇报 说中国出现了巨大的大疫情 他的老板说 不关你的事 你干你的活 只跟他说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呢 我们都得戴口罩 这是一种暗语咯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都得戴口罩 这就是一个大病毒 已经流行 他直接指责 在湖北省 在武汉市 太多的病人 不能及时确诊 不能及时治疗 大批的人就死去了 然后在视频里 他说 这个病毒 现在这个病毒 跟以往的病毒 完全不同 人类没有能力战胜它 不要以为 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和那样的方法 可以处理这种病毒 他说 这根本就不可能的 现在的认识 现在人类的认识 对于他来讲 对于病毒本身来讲 就是个白痴 而且不是用这话 我跟大家通俗易懂的 讲述这番话 所以通篇文章 基本他就讲述了一个核心 中共 习近平 联手WHO 从一开始 就掩盖了大疫情的真相 是今天 在全世界范围内 这种大流行的 真正的罪魁祸首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